听话 聊天 除了几杯 你好 小姐姐你的东西掉了 哦的美白双掉了 对对对 你是不是那个B站的up主 阿兴哥哥 大家好 这里是咖啡不较真的牛小咖 大家好 我是B站UP主 紫菜稀稀稀 紫菜稀稀稀 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这个主题就是 双方去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咖啡店 然后给对方介绍 然后尝试一下 就是对方互相点单的咖啡这样子 探店规则 双方互相推荐一家想要探的咖啡店 比如到了阿兴推荐的店 牛小咖就不能进店 也不知道阿兴点了什么 点完单之后才能进店品尝咖啡 所以这个游戏叫你点我喝 因为你是很专业的那种咖啡人 我是那种爱斗界的非专业咖啡人士 所以当专业碰上了非专业 所以我还蛮好奇会碰撞出怎样子的火花 你今天要去的第一家店是哪里 就在前面路口一个叫做店13的咖啡 然后这是我之前带我朋友去喝过 然后他觉得哇哦 amazing 好棒 嗨大家我已经到了我要给你介绍的咖啡厅 叫做店13 他晚上是清八 然后早上是咖啡厅 就是可以从下午一直喝到晚上那种 就很爽 我先问一下你今天有没有喝咖啡 今天喝了一杯 喝了一杯是吧 对因为要消肿嘛早上 等下因为还有碳 你看这一家店 还有我推荐的一家有两家店 一天不过三其实就好了 今天为了跟阿星一起来拍 我早上特意喝了一杯很strong很浓的 因为今天要去跟阿星哥哥拍碳店 所以说早上要喝一个浓郁一点的 然后把自己给畸形 你不能进去 然后我再点了一杯 然后就给你 然后你喝完之后 反正我是相信你跟阿星看店 怕你喝完之后表情非常凝重 这是什么 对对对 我经常来这边喝 嘿嘿 还有很多 你看 就是这个 然后一杯东英公 一个椰子菠萝美式 然后一个橘子 那个上海姑娘 他们在里边点 我呢只能在外边等着 他这个店的门口的菜单 我看就是有主打的一个特调咖啡的 所以说我觉得阿星 他应该会点特调咖啡吧 来了来了 你猜一下哪一杯是你的 那我是不是我猜这杯的话 你会说这杯 我猜这杯你会说这杯 好有道理 是你看这个杯子很特别 就这个东英公美式是吧 对对对 哇上面有一片这个柠檬的对吧 是的 你的这杯是什么 我这个是菠萝椰子美式 铁 那这个是不是又酸又辣的 没有不辣不辣 它有三种柠檬 就是柠檬 还有青柠 还有柠檬叶 对 保留我先尝一下 好紧张 要不然先搅拌一下你感受 对对对 有没有一整个醒掉的感觉 我喝了一口这个之后 我感觉我看这个树的叶子更绿了 喜欢酸的话 可能会就会非常喜欢这一款 因为它的酸度比较高 而且它的酸不是直酸 它的酸是这样的酸 对 这是我在这家店里面最爱的一个 就是没事我可能如果经过 我都会专门来喝一杯的 难怪 对 对你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因为我这个是新出的 其实我也没有喝过 其实菠萝加椰子就怕会很甜 它不甜 喝进去是菠萝的味道 回上来是椰子的味道 咖啡味不会这么的浓烈 哇 非常赞 放心了 嗯 等一下我推荐的这家的话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家店 特别 先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期待一下 因为真的很街坊 就是比如看到你就说 哎你今天又来了 喜欢跟你客人聊天啊 介绍咖啡啊 类似这种感觉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店 你有没有去过用店 有 有有有有 一般干咖啡的人吃喝很快 对啊 都已经喝完了 哈哈哈 去下一个地方了 走 哦有了有了 哇 哈哈 这熟悉的前作 救命 这是这是谁的歌啊 这是这是阿基的歌啊 真的啊 他的一个新 这应该你介绍的 这应该我说的 这是我的一首新歌 对 这是我第一首 就是自己写词的歌 嗯 哦自己唱作的 对对对 是酷狗可以收入 在网易云 对 网易云 叫做眼角的点缀 然后这首歌的风格也是 就是自己就是 就是自己往 往自己想要的方面去想的 这也是自己唱的啊 对对自己唱 哇 太好听了 就是说大家一起听着 我的歌的感觉 他的节奏很好听 哎 就是 嗯 还蛮 在流汗了 哈哈哈 我去研究了 还有歌词 我就觉得 真的是 一路走过来的 一个 成长的经历 是的 嗯 就是这一路走来 就是 过程的心酸 我们所为 我背的这个袋子 嗯 我看到了 因为我刚刚就说 你背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logo 你平时穿着衣服 很适合背着这个袋子 你平时 骑着就可以 哇 对啊 我就去剧场的时候 也可以带这个包 对啊 期待一下我的饭头 放点衣服啊 就知道 对 谢谢 耶 我推荐的这家店 我推荐的这家店叫咖啡足矣 我先卖个小官司 我会给你点一杯非常特别的咖啡 就是他用非常特别的一种方式制作出来的 因为这个店的装修其实我很喜欢 就是是我会来打卡的风格 是吗 就是你看就是那种木质的感觉 就很不错 嗯 OK 那我就进去点单了 好吧 我就在港口温温温的开始 嗯 点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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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小蜜罐农座是什么呀 小蜜罐农座是我们的一个特条农座 但是 就是在农座的手冰里一起加一点点糖去同时摧 好 这个是我给阿兴点的 然后等一下可以让它尝一尝 然后我给他点的是一个热的和一个冰的 对 下面是全老冰块一样的 对 是老冰块 然后 然后 把咖啡倒到这个佐尔其壶里面 嗯 这个佐尔其壶是铜做的 它倒热很好 因为它表面是镀银的 所以也不会有风味的干扰 所以说就是它是不加冰块 对 没有一点稀释 对 是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家咖啡店就是 我从来没有搜到过 应该是 是不是新开没多久 如果我知道它的话 我肯定会过来打卡的 而且它开在这条路上 是一条比较安静的道路 外面就是绿油油的一片 是吧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吧 我只能透过这个窗外面的东西 来感受一下里面的一切 它里面那个东西就是挂在墙上的 好酷 我其实不太能研究那种咖啡机 但是我看这个外观 会觉得好好看好专业 我其实看一家咖啡店很多的元素 就比如说它的外观 还有它会不会卖甜品 因为如果一般卖那种很多不同甜品的话 我可能不会来这家店 因为我觉得做 小心 因为我觉得做甜品的咖啡店 不一定是很专注于做咖啡的 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些咖啡厅 我会把它的那种咖啡杯拍下来 它这个热的咖啡杯就感觉很好看 这个应该是一个贝壳 里面的一个珍珠 哦 真不错 就只能站在外面 也不能在里面看 这种感觉十分的难受 我想进去 好 这个是冰的好了 然后这是一杯热的 一杯冰的 然后我现在我让它进来 你的咖啡好了 可以进来尝试了 难的 难的 直接进去吗 对啊 哇 香了 好凉爽 好爽 好爽 这是跟它的两杯 一杯冰的和一杯热的 先喝哪一个 先喝冰的 对 先喝冰再喝热 这个杯子也好特别 它这个冰的是没有加任何冰块 感觉有点茶的味 有点茶的感觉 威丽马拉的龟夏我也没有喝过 我听过这个 听过 有听过龟夏 对 通常龟夏的话都是巴拿马的居多嘛 或者是 艾塞也有龟夏的 冰的热的 你觉得哪个更容易出口 热的吗 我喜欢 如果喝这种它是热的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 对 然后它说它这个是用的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做出来 然后会比普通的浓缩喝起来更顺口一些 我刚刚看到就是特调咖啡里面的那个是吧 我尝一下吧 这个喝起来很圆 然后它里面应该是放了一些 应该是有糖浆的对吧 对 少量的糖 经过你的案例 我下次会来 对 对 对 平时去那种集市也会买各种杯子 就只要很特别的杯子我都会买 对 有一段时间我是买杯子买到就是 我妈说收手吧 别买了 就是 对我发在我的口袋房间里面 对 粉丝的交流的里面 对 大家说好精致好精致 哇哦 好今天呢你点我喝 然后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说实话这家店我是第一次来嘛 然后我来这家店的时候 首先外面的感觉我就很喜欢 因为你刚刚在里面点单的时候 我在外面说了好久好久 说哇这个好棒那个好棒 然后其实以前对于咖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不算太完全了解嘛 然后今天对 对就今天听到你跟老板然后一直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就知道了很多不同新的知识点 热的喝跟冰的喝的感觉 还有一些他自己制作的一些茶类啊 还有一些他自己的冷脆 还有就是那一整长的那个滤杯 对就觉得我好像是去到了另外一个博物馆一样的感觉 很神奇然后老板也有请我们吃他自己制作的曲奇饼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不错 果然是我们的咖啡大师就是他就是点的东西都很不一样 而且就是都是我很喜欢的吧 就点赞得到了阿兴的点赞 对 然后你觉得印象最深的点 嗯 是什么就这个店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们店很细节 一些展示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可能自己逃回来的 还有开关 他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插座都是木制的 就是一般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开关这种地方 我觉得他都想到 就这家店就是你要慢慢的去自己去寻找去发现吧 就很细节 我想推荐这个店的原因是我自己对社区的咖啡店比较情有独钟吧 我是一直在我的节目里面说我很喜欢社区类的咖啡店 我再总结一下阿兴推荐的那一家店 其实他是比较就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然后呢他主要是以特调咖啡这样的比较有创意的这样的一个菜单为主的 然后呢他是开在偏商业区的 他比较符合很多年轻人的以及潮流人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点 就是比较潮的人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咖啡店 就像阿兴一样 然后我喝那个咖啡的话 他就是比较偏向于咖啡特调饮料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推荐的和我推荐的其实是两个方向的这种咖啡店 我觉得还就是挺有这种对比感的 那今天这个你点我喝的这期节目就已经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然后可以点赞收藏 收藏 然后我一般结尾就是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就是加入我的QQ音乐会913382982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 然后我的是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OK好那就结束了好吧 好的 哈哈 我结束了 夏秋finish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